大家好,我是Stan 姚家艺的出身的Sujin 昨天11月8号发表了首张个人EP 以主打个Agashi Solo回归了 新曲Agashi MV在不到8个小时就突破了200万的观看次数 也当上了每轮他148位等反应非常好 而Sujin在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 在这张专辑中特别注重了歌词 希望用多种声音来表达自己独特的魅力 并且期待与粉丝有更多的互动 最后他感谢粉丝们的信任等待 希望未来能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Sujin新曲Agashi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歌超好听,是吧?太美了 歌曲的品质不是很好 看了MV听了歌曲之后 反而觉得姚家艺姐的错缘非常了不起 真的很擅长在作曲时利用成员们的声音 在姚家艺姐的歌曲中 Sujin的魅力和他在这首独唱中的魅力完全不同 原来还有这么多粉丝啊 不过歌曲蛮好听的 本来就是人气组合的人气成员退团的话 大家都会好奇第一张专辑 所以会有很多人去听 看YouTube评论的话 大家都在说 明明是无辜的,却被逐出了 反倒是在骂那位演员 不过现在HUBBY不也是很难进入吗? 有点惊讶 以姚家艺的活动时 他的魅力和表情真的让人无法一开视线 是最引人注目的成员 现在感觉和那时有些不同 单歌曲还是挺好的 现在看来只要长得漂亮有实力 就算有霸凌也可以回归 粉丝也很多 就算有过校园霸凌的 只要实力足够的话 公司也会使用这样的人 已经有霸凌的人都好好活动了 他为什么不可以 最初爆料者改口 贺欣人也说过 有些部分好像不是不太确定 有很多证据证明不是霸凌 但你们都忽略这些 只是持续高喊霸凌霸凌的人 不就是不在乎真相 只是觉得摧毁一个人很有趣吗? 希望就像尤嘉艺的一样 苏金也能作为苏勒歌手 成功的重新起步 也希望能看到他们 一起拍摄前连级的影片 对于苏金的兴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YG娱乐的前代表杨艳森 想要回到原本的位置的步伐 变得有点沉重了 10月8号 收尔高等法院 对杨艳森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缓刑一年 法院表示 被告利用自己设外基于 了代表的身份 要求更改正业 导致受害者实际上更改了正业 因此毒品调查一度结束后又重新开始 不仅在调查机关中的自由陈述受到限制 刑事司法功能的重大法医 也被侵害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因此罪责不清 杨艳森在2016年8月 因涉嫌威胁公益高发人 喊色以更改有关Bi购买和吸食毒品的口供 被送上法庭 去年12月 一审法院认为 犯罪事实证据不足 判处杨艳森无罪 但二审法院推判了这一判决 判了杨艳森有罪 杨艳森在宣判后 没有回答记者关于是否会上诉的问题 就离开了 而杨艳森被判有罪 却让很多网友们担忧一件事情 就算是缓刑 能判有罪就不错了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竟然能在选秀新人女团的节目露脸 看来杨艳森以为这次也会被判无罪 所以才说Babymonster11月会出道 真的能出道吗 不可以作曲家或者是其他制作人出道 让Babymonster出道吗 为什么杨艳森一直想要亲自让他们出道 就好像他做了所有事情一样 因为自己的官司 这不是只是在浪费成员们的时间吗 对 很多韩国网友们都担心 Babymonster到底能不能在11月出道 所以大家觉得 Babymonster11月能出道吗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